高考考生因找手机而迟到,进入考场被拒绝,被家长指责没人情味。 有一位考生2点47分的时候才出现在高考考场外,安保人员自然不会让这位考生进入考点。 在考试前,考生的手机在路上丢失,因此,考生便返回找手机去了。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迟到,迟到已经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。 高考有着严厉的规则,这位考生的迟到时间已经超过了15分钟。 在场外等候的一些家长也比较心疼这个孩子,帮着这个孩子一起劝说保安,让考生进入考点。 但是刘彦斌、易正勇拒绝了这一条件,相关部门便为这两位考生启用了备用卷子。 最终他们两个人也成功地考进了江西省的两所较为知名的大学。 首先,15分钟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。 如果考生在正式开考后的半个小时之内才进入考场的话,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内,考生有可能借助于发达的网络资源。 提前了解到高考试卷的内容,每一位考生都应该严格遵守高考规则。 如果仅仅因为某一个同学自己的行为而打破规则的话, 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考生认为高考迟到并不是一件大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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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